先在调色盘上面放一些浅色的墨 可以先沾一些水 然后再把磨好的墨 沾一份 在这里调一下 这样子就会有浅色的墨 这样子你不用一支洗笔 用这些浅色的墨 沾一点浅色的墨 再去沾一点深色的墨 把这个墨稍微的抠掉一些 不要太多 要记得不要直接 不要压下去 要有点转过来 然后转你的笔 转你的笔 好 再去沾浅色的墨 再沾一下深色的墨 要先画前面的翅膀 前面的翅膀 后面的翅膀 你要飞起来吗 要飞起来 它会躲在后面的翅膀 可以躲在头后面 一点点 颜色太深了 加水或是调其他的颜色 记得绝对要淡淡的颜色 就是水分要够 但是也不要太多的水 脸的下面 脸不是扁的 还有一块肉 压下去 这边是肚子的部分 肚子的部分 身体 身体的部分 也许可以再淡一点 让它有变化 这个尾巴接回来 可以稍微的加一点 加一点形状 如果你觉得这个形状 你不是很满意 就是你不是很喜欢 你要把它加一加 像这个地方很湿 你要很小心 最好是等它干的时候再画 你要画眼睛 你可以让眼睛 留一点点reflection 或是整个画黑都可以 如果你要让它 留一点点反白也可以的 反光 好 嘴巴 当你画完这个线 你想要填颜色也是可以的 嘴巴 不要画得太尖 小鸡很可爱 嘴巴也是胖胖的 脚 但是小鸡的脚 还是一样 有 这边 过来 圆的 过去 顿一下再拉过去 不要太早拉 让它有一点点 你要不要加指甲呢 你自己决定 有时候 有时候故意不加 让它可爱一点 也就是它的脚掌 不会跑出来太多 可以 一 二 三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 你要不要加一点点 翅膀上的点呢 你可以用黑的 你可以去加黑 黑 颜色的点 你也可以加上颜色的点 你也可以加上颜色的点 有些什么东西 是小鸡 喜欢在一起的呢 比如说你可以画一只小虫 或是画一些草 草的颜色不可以太绿 有时候要加上一点点墨汁 可以画 比如说这边 假设有草掉下来了 看这边有什么东西呢 可能有一只虫呢 或是地上有虫 你都可以 地上加一点东西 让它有一点东西 不是只有小鸡 嘴巴要不要填颜色 你自己决定 留白挺好看的 身上呢 你也可以点上 别的颜色 不一定是咖啡色 也许你可以点一点绿色 干的时候再点也可以的 让它有点变化 好 这就是小鸡 这就是小鸡 我们下回来 放在一起 有点的 评似乱 我已经讲到 这么重要 我们可以讲 出一根本 可欺 你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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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我有点 误似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